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 今天要和大家做一个卡邦尼意粉 为什么要做一个卡邦尼意粉呢 因为我今次会做一个传统的卡邦尼意粉 即是等于什么呢 即是说是没有忌廉的 很容易做的 我们马上开始吧 这个没有忌廉的卡邦尼意粉 其实是意大利的传统制法 但是在西方国家 多数都会见到一些有忌廉的版本 有很多人就是讨论 谁会比较好吃呢 我又觉得其实是看个人口味 不过有一个不能够抵赖的就是 如果你放了忌廉的话 它是会遮盖了很多原本 譬如说烟肉或者芝士的味道 因为那个忌廉的味道就较为重 而且它会令到那个卡邦尼意粉 是会重了很多 但是有些人喜欢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拗叫出现 究竟卡邦尼意粉可不可以加忌廉呢 这样 其实是合理的 我的儿子就很喜欢吃有忌廉的版本 于是今天我就想做一个没有忌廉的版本 和告诉他这个其实是传统做法来的 起码它就得知智 因为它有这么硬颈和偏食的小朋友 就一定不会理我今天这一集的传统卡邦尼意粉 Anyway 你理我便可以了 好 来啦 先搅拌汁汁 汁很简单 这里是有一只鸡蛋 和一只蛋黄 不是两只 是一只鸡蛋加一个蛋黄 接着呢 我们要加这个叫做 Pecorino Cheese Pecorino Cheese 其实就是用来做卡邦尼意粉的 传统的食谱呢 都是说要加这一只芝士的 这一只芝士呢 其实是一个羊奶芝士 较为一个年轻一点的芝士 就是它没有mature了太久的 那它那个味道呢 就会草青一点 咸味会浓一点 这一个呢 就是很适合做卡邦尼意粉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加了它的盆子 接着 我会选择呢 加一些 PARMESAN Cheese PARMESAN Cheese 就是一个牛奶做的芝士 这个熟成了就会较久的时间 于是它的味道就会浓郁一点 也会咸香就会香一点 不过咸味呢 我就觉得比Pecorino反而更重一点 所以呢 加上这个Carbonera 就会有那种甘香的味道在这里 我们就加上去 你可能会说 哇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加这个Pecorino呢 没问题的 一样可以的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在这一盆东西 要加一些黑胡椒 那多少呢 就视乎个人喜好 然后呢 我们就拌匀它了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Carbonera的汁了 那接着呢 要讲一点关于那个Carbonera的肉了 好了 这次我们这个Carbonera呢 我们就用了Pancetta的 P-A-N-C-E-T-T-A Pancetta 这个呢 就是烟熏版本的五花蓝 OK 好了 其实呢 这个Carbonera呢 如果你真的用很传统的食谱去做呢 它就会叫你用一只叫做 Guanc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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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读错了 G-U-A-N-C Guanc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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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呢 哇 其实呢 就是猪颈肉 不过呢 就是一个 叶制了的猪颈肉 用来煮Carbonera的意粉 就是最传统的材料 OK 但是香港呢 就 除非你找一些很特别的店铺 你 真是很难买到这一只 又或者你够胆的 你自己做吧 不过呢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了 找到就找到 找不到的话呢 就用这个Pancetta 甚至乎你平时的烟熏都OK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煎煎这个Pancetta 好了 我们的Pancetta 怎样煎法呢 我们呢 就会下少少油 少少就可以了 冬锅 冬油 这次 然后呢 我们就下我们的Pancetta 跟着开一个中慢火 油它慢慢煎到油 就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不是要煎干它 我煎到它外面有少少脆 那就是完美了 同一时间 你就要煮这个意粉 已经准备在了 这个呢 我一个人吃的 OK 我就已经煮了一项 滚水 加盐 去煮这个意粉 提一提大家 这个意粉水煮完之后 千万不要倒走它 因为呢 煮卡邦尼意粉 意粉水 是很紧要的 因为呢 意粉水呢 是会帮助你 令到汁 稠一点 还有是有调味的作用 所以呢 千万不要倒走 意粉水 我们现在去煮意粉 意粉要煮多久呢 通常呢 包装 譬如说 九分钟搞定的话 我就会减两分钟 七分钟 我就煮起它 今次呢 同样地都是七分钟 我就会煮起 因为呢 我们接着会再煮一煮 那个意粉 于是呢 我不想煮到它那么软 好 现在 等下啦 好了 那个意粉就煮完了 平时呢 我就软软软的煮的了 你看完这条片之后 都要软软的煮 但是 今次因为要示范 所以我慢慢来 OK 那我们呢 首先 把一些pasta water 如果你熟下了之后 你绝对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即是說不定放入杯子裡 好了,先用沙姬倒入意粉 這個就是最安全的做法 接著你會看到的煙肉很漂亮 接著我們關小火 然後將意粉放進去 讓意粉先吸油,這是小火 鍋子仍然很熱 接著我們要做甚麼呢 我們就要拿這個 剛才做好的芝士龍蛋汁 接著我就會關火 然後就倒進去 加點抹茶水 然後就拌勻 用筷子拌勻 你會很髒的 記住,不斷拌勻 如果你覺得太濃稠 加多一點抹茶水 個人喜好,拌勻 拌勻 你會看到已經成型了 其實完成了 第一時間就要上碟 先用盆子 嘩,正得爆 先上碟 待會再放好一點 不過我覺得差不多 這樣已經很好 為甚麼要立刻上碟 因為你再在鍋裡再煮 再煮的話 它是彈花的 我們現在是要 那個醬汁 比較忌廉的感覺 不是有忌廉的忌廉 是忌廉的忌廉 是忌廉的忌廉 我再加上碟 我再加一些巴馬賞芝士 OK Dig in 用筷子 懶型的 你久了吃就是這樣 拍攝就是這樣 不要 但如果你立刻煮完即食的話 完美 好 鏡頭麻煩你煮一下 很好吃 嘩,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記住有一個重點 就是 如果你想那個醬汁 即是多些醬汁 那你在加洋蔥水的時候 就要加多一點 OK 記住記住 你要自己調教 因為剛才看到筷子在弄的時候 你要自己調教那些醬汁 OK 調教那些醬汁 然後呢 你才可以煮到一個 好的Carbonera 第一次未必成功 試多一點 OK 千萬不要氣餒 因為實在太好吃了 是值得一試再試的 OK 記住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當然是Like 阿仔 你試一下這個 看你覺得好不好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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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